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艾米契斯,又一次颁奖 我们今天去剧院看授奖仪式 和上次那样,剧院里有很多的人都是些劳动者的家属 乐池里都是一些正在唱送歌的男女学生 他们刚唱完,在大家的要求下又重新唱了一首 一会儿,市长以及执事大人开始给那些代表发各种各样的奖品 有书籍,银行存折,奖状,奖章等 我看见小石匠和他的母亲了 他们坐在剧院的一个小角落里 旁边是校长以及我们的老师 先上去领奖的是制图学校的学生们 他们当中有石匠,有木匠,有雕刻匠等等 接着上场的是音乐学校和商业学校的学生们 最后一批是来自夜校初级班的学生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 在这里,我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人 各个年龄段的人 他们当中有年老的爷爷 也有十几岁的孩子 大家为年长者和年幼者使劲鼓掌,齐声喝彩 没有一个观众大笑 人们的表情是那么专注严肃 池座里坐着的是受奖人的家属 有的家属一看见自己的亲人上台领奖 就大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 脸上尽是笑意 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小石匠的父亲 他还曾经去看过我呢 我赶忙去看小石匠 这时候,他正注视着他的父亲 可能是为了掩饰他的激动吧 他还朝他的父亲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 这些劳动者真是一群可爱的人呢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甚至是为了所有人的生活 他们都在付出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血汗 自己的生命 多么令人钦佩的劳动者啊 受奖仪式结束后 夜校学生们又唱起了颂歌 退场出来 大街上已经围了好多人 我看见那些获奖者的家属怀里抱满了书 一些小孩子高兴地举起自己手里的奖状 那情形真是太美妙了